眼睛 高等支持 他的角色 4 &1 157 下次可以上課 不要上課 三個是我們操縫的時間,不是寫的時間 問一下,C怎麼產生的? 我剛才稍微問一下,C怎麼產生的? 我剛才稍微問一下,C怎麼產生的? 所以我只要有看到震動,就會有M20以上 真的嗎? OK,就是提不見了 但是前理事,這個震動可以碰到耳膜嗎? 如果只是手在前面這樣晃動,你一定會聽到聲音嗎? 對 如果這個就是晃動,譬如這個螢幕裡面的東西叫晃動 它還是震動 為什麼不會抵押到頭肌? 蛤? 這樣子不會抵押到頭肌? 不是啦,我說螢幕裡面的啦 如果這是一個螢幕裡面的東西叫晃動 它在震動,你有沒有感覺到的聲音啊? 沒有,它從到你的耳膜 因為耳膜要接受震動 前理事,你會聽到聲音是因為你的耳膜接受的震動 這震動頻率,如果有沒有聽到電話大概是20以上 兩萬以下 那有些人也可以聽到兩萬二 有些人可以聽到18 19 不一定 不一定 每個人都不一樣 好,聲音如何傳遞? 過去 過去怎麼樣? 擠壓 所以簡單來講 來,大叔借我一下 請站在這邊 來,請站在這邊 我坐這邊 我把手伸出來 假設是氣體分子對不對? 我空氣撞過去 然後我就被撞到了對不對? 撞到之後,你看到撞手好像定竿 你就球 彈過去,你看過沒有? 往下完全關定竿 現在沒撞到你 空氣在這邊 你穿不過去喔? 沒有,因為在球太衝 球太衝 那你不要這樣一段距離在一起啊 那你真的不會撞到球 有分球 對啊,就這樣傳過去喔 他就靠擠壓中 請問 最後的聲音傳到你 是我想出去的這個氣體 打到你耳朵嗎? 不是 是他撞到別的氣體 別的氣還撞到別的氣 再撞到別的氣 撞到別的氣 撞到最後面 不知道哪個氣體撞到你的耳朵 你們就聽到我這邊手的聲音了 你們都嘴巴講出來 OK 所以撞到的特性喔 他傳遞的不是本身 一開始傳遞的肚子喔 嘴巴去拿的香蜜蜜蜜蜜蜜 撞到撞到什麼鞜啊 蛤? Sell It's Movement 那邊關進的機器 然後呢 ayım 欸! 你們誰當中有看過課本? 我不是合群,我剛剛有盤 拜託,要預習,要寫作業,寫作業 好不好,這兩頁是一定要做好 我都不是乖小孩 你是乖小孩,不錯不錯 不錯的 我這樣就用香檳圈 好 我這樣就用香檳圈 我這樣就用香檳圈 好,我現在從這邊 我橫方向上傳過去 我開始的時候是往那邊移動對不對 所以這個香檳圈這個點被他拉過去 他向這邊移動 他移動之後他拉到紅色,紅色也向這邊移動 這紅色他拉到黃色也向這邊移動 所以他就可以向這邊移動過去 然後再傳回來對不對 所以他會形成類似一個這樣的橫波 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這樣傳過去 他知道他傳過去 請問我這個綠色有傳到那邊去嗎 沒有 沒有,所以波到底要傳遞什麼 我們要傳過去有什麼 我們要傳過去有什麼 空氣 他是用震動的方式傳遞了什麼東西過去 力量 傳遞了波,波代表什麼 力量 力量是讓它代表能量 是這種能量 它是這種能量 能量跟力量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就是說能量跟力量 力量是會我瞬間扒出來的 有多大的力量 但是一個能量的 比如說 譬如說一個長跑選手 他可能沒辦法向斬跑選手跑得很快 所以長跑選手的能量 感覺上長跑選手的能量高 還是斬跑選手的能量高 那是長跑的能力 不是能力 我想不是能力,我想能量 就是他蓄積在裡 他長跑所耗出來的能量高 還是斬跑選手所耗出來的能量高 都很高啊 我都累積起來 長跑42公里 跟長跑100公里 跟長跑100公里 那他瞬間 那是一種力量 對不對 我每一步 長跑選手每一步踩下去的力量 跟短跑選手要衝擊100公里 誰力量大 短跑選手 短跑你要瞬間衝刺 你要跑很快 你的力量很大 但是你累積起來 能量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能量跟力量不太一樣 那我們在傳遞的事實上是一種能量 我們把能量傳過去的 他是靠這種移動的方式 他這移動不是說我這個 這個橡皮圈真的傳過去喔 好這跟什麼不一樣 假設 假設丟一根球 給 解去 我傳遞了什麼 球 我傳遞的球 是個物質對不對 對 你接到的事實上 除了球的能量 除了你接到我的能量 我給球的能量傳給球上 對不對 好沒關係 下到才好 所以你給你接到的能量 還接到我的物質 可是這個物質真的飛過去了 對吧 這是這波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蛤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一句 所以你又聽到他講 嗯 你就是說你就說錯了 不是喔 所以不要隨便亂聽 要講具有一的 玉子句 所以我跟物質的傳遞 可以分辨它的差別嗎 可以分辨差別嗎 我現在講話 好 我的聲音的能量 怎麼傳到 區域的耳朵 震動 震動 靠波 靠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波有兩種 絲絲有三種 它們會有兩種 一種波呢 是像這樣子 我 用這種方式傳遞 這叫什麼波 這叫什麼波 這個波 你可以看到 我傳遞的方向是我們的方向 對不對 但是有波移動的方向呢 每個 他好厲害喔 他竟然可以支持穿過 那個窗戶上面的小夾弄過去 他沒有撞到一隻鳥 好厲害 他沒有撞到玻璃 好厲害 他那個波的每個戒指的移動 看一看 波的每個戒指的移動 跟我移動方向伸垂直 看得出來嗎 我是往這邊拉對不對 這個方向是往這個方向 可是波前流方向是往那邊 看得出來嗎 我再一次 有沒有看到 有 我是往這個方向移動 可是波是長過去的 這個叫恨波 很難講 本波是長過去的 另外一走波再看一下喔 我現在往那邊走喔 可是我的波是 你看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再拉一點點 這波是前後的 好 拉多一點 也許你會記住一點 你幫我拉著 很清楚了喔 拉多一點 好 放開手 有感覺嗎 有 有 有 我這個波在前進的時候是 就像我剛剛跟他 跟大中一樣手是這樣 撞過去的喔 他這波是這樣子 前後移動的 前後移動 我往這邊拉的時候 我帶動這個往這邊拉 我往這邊擠的時候 帶動這個往這邊擠 有看出來嗎 所以這波的每個磁點 每個磁場都每個 上面的這條繩子 每個點 然後就一個磁點 這上面的每個磁點是 我往這邊拉的時候呢 我這個點往這邊拉的時候 他這一點被我拉過來 這一點會拉過來 就是他帶他拉過來 帶他拉過來 然後我彈回去的時候 我把他再推回去 所以他就這樣前後移動 每個點都前後移動 但是波還是傳過去啦 有看到嗎 再一次喔 我拉過來 有感覺喔 有感覺喔 真的喔 不錯不錯 你蠻支持我的 謝謝你 他聽起來蠻假的 再一次 拉緊喔 拉緊喔 比較緊張 我不會彈 你們看著 你們可以盯著 每個同學 每個同學可以盯著 某個磁點的交界處 盯著他看 他有沒有拉回擺動 有沒有拉回擺動 有 也就是我在這邊產生了一個鍋 他這樣來回擺動 但這鍋也傳到那邊去了 這叫什麼鍋 這叫做撞鍋 這叫做撞鍋 所以撞鍋是簡單的講 就是 我那個可 這叫做撞鍋 這叫橫鍋 撞鍋又另外叫做什麼 叫做撕密鍋 撕密鍋 就是你看 這邊比較密有沒有 這邊比較酥 這邊比較酥 這邊比較密 這邊比較酥 講話的深鍋 就是一種酥密鍋 它是壓縮空氣 我在壓縮空氣的時候 產生一個密的 可是壓縮的過程當中 這邊空氣就變關了 變酥了 所以叫酥密鍋 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好 好 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撞鍋 對不對 注意過我們撞鍋 看撞鍋在哪裡 最長的 最長的哪一個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 這個是最後變密的 從這邊到這邊最長嗎 嗯 可是啊 喔喔喔喔 一個 這是上下對不對 我們可以很清楚 看到上下這個鍋 這酥密鍋 怎麼變成一個酥密鍋 給哪裡 我講話的時候 我在擠過去的時候 是不是 我這邊 這邊的空氣被擠過來 被推過來 就變酥了嘛 所以這邊有度會是推過來的 這邊推過來之後呢 我傳過去的石頭 這邊又拉開 所以在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希望更多人可以上來 可以 可以 來三個嗎 三個三個 四個 四個四個 一二三四個 四個 四個四個 好算了 好沒有要上來 慢慢畫 慢慢畫 我來了 我來了 再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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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下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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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上 繼續上 一幾個 四個 四個 三個 我不用 我房子擺好 請把手先伸出來 不要伸手先伸 先伸 先伸 好我們先做到等距離 不要 這兩個要等距離 過來一點點 好 你的手 等距離 好 都可以等距離 這是本來 你怎麼看 要不要開心 你 你 不要這樣子 要不要急 要不要急 要不要急嗎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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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拜託 手撞過去 然後撞過去 那也是做這樣的 我們做這樣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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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就做這樣的動作 那你可以動才可以動 我會動 好難的 好難的 不要太故意 我們不是要把他打死 對 就輕輕的就好 你就這樣移動就好 就這樣移動就好 那你要去把一個旁邊 撞在一起 你要撞在一起 對 就這樣移動 大家撞在一起 嗯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去一半都撞到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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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託就這樣 對 那你要去旁邊 要開始 旁邊是開啟的點 你看他手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這種密波 手這樣開始變速波 對不對 可以感覺嗎 有 有 摸在傳遞過去有沒有 你們到底 你們自己也都要轉一下 停 出著跳 先刺一個 先刺一個波 先刺一個波 刺一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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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 全走 對全走 你要出來一點 OK OK 停 好 好 有感覺嗎 好 你轉過去之後 就過去 好 再一次好不好 好 好 等一下 你們要回來 不是 你們現在的動作是這樣子 你們現在的動作是 然後就這樣子 就過去了 就沒有回來了 有 波溫就是這樣 波溫是左右移動的 對吧 他會回來別人的位置啊 你看這樣波 如果是上下波 他就這樣子 對 他這樣就回來了 對不對 他回來原來會 所以你轉過去也是要再回來 轉過去之後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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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他就回來那邊 對 對 再起來 對 你那是這樣子 嘿 對對 你講這樣沒有錯 但是你這邊不會進回來啊 我們轉過去定竿嘛 定竿定做對不對 昨天有波再過來 他就扛回來 但是 但是 但是正常來講的話 它是會被卡 像一圈一樣 它卡在這個頂上 所以你開始要動作學的時候 是不是我先推 不管是往外拉 往外拉的時候 它就被拉過來 我是拉過來 這樣不像一個波 我拉過去就要放回來 感覺有個波 我們要完成一個波 是要有一個前後的動作 對 先回去 Jory 這給我幾秒 幾秒 幾秒 好 這是每個點喔 看一下每個點 每個點都等鍵格 都是一開始還沒震動的時候 這每個鍵格都在固定的位置 是不是這樣子 我所要的震動 你看這個點喔 震動是這樣子 叫什麼震動嗎 還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叫震動 看是不是差不多了 這樣子是一個震動 還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是一個震動 第二次 第二次 我覺得第二次 比較像是耶 都是 都是喔 都是喔 如果前提是 前提是我要重複一樣的動作 就是了 假設我是這樣的震動 那我每個都要這樣 每個都是這樣 這是一個管本的波 我的抱的一樣大小 但是如果說每個都一樣大的話 這也算是一個波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那邊講 波是重複的嘛 波只要是被重複了 它就去個波了 這個呢 要變成一個連續的波的話 它一定要重複 懂我意思嗎 對 就是波 所以呢 這條繩子 這假設它移動的方式 我這繩子先往這邊移動 再移 回來這邊再移到這邊 這條繩子已經管很多嘛 是不是 我往這邊移動的時候呢 我是撞到它 那我是往後再拉的時候 會再把它拉回來 所以同樣的時候 我這波會傳到它 它也會做同樣的動作 我撞到它的時候 它開始移動 對不對 那它也會往後延遲一點點 好 所以呢 你看 撞過去的時候 這邊會比較密一點 這邊拉開會比較酥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撞到它的時候 它會比較密嘛 然後它會比較酥 這又變密在一起 它又變酥了 又變密了 有聽懂的意思嗎 然後我把它畫成點點好了 好 好 好 我們這個點點在這邊 靠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密的位置 這個點點分開來的時候呢 它輸個位置 好 所以它是這樣子靠近 撞在一起之後拉開 拉開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扭就把它拉回來 要是完成一個扭 完成一個扭 扭的一個扭是這樣子 回來就一個扭嘛 或者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就一個扭嘛 對不對 所以正常來講 假設我們完成這個扭來看的話 這個指點應該是 回一開始聲音波 就是撞到它過去 帶回來 結束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快一點看 橫波 橫波的話呢 是這樣子上去下來 到這邊結束嗎 還是往下走對不對 再上來結束一個扭 這是一個扭 這是一個扭 這是一個半扭 這是另外一個半扭 所以它完成一個周期了 是不是一個周期 所以我這樣往上走的時候 它就跟著往上走 好 這樣是完整個扭 所以我如果往上走的時候 這個往上走對不對 我走這邊 是帶著這個也往上走 好 那我開往下走的時候 是它跟著開往下走 然後這邊到最高點 它這個也往下走 所以可以看到它這個 是波浪 是一個波浪 那波浪在走的時候呢 對不對 對不對 像這樣子 先手關音喔 上 那是什麼 配上運營 好 所以我們波浪在移動的時候 我會帶著特別波浪在走 那同樣的喔 假設這是一個很波的概念 那重波的概念是 我擠過來的時候呢 你要想像中間很多彈簧 我擠過來的時候呢 我擠到彈簧的時候 就跟著帶動了 那這個帶動過去的時候 它會帶動它 所以它會跟著過去對不對 所以這邊開始擠壓就是逆波 可是過去的時候我就要拉回來 我拉回來的時候 這邊是被我拉開的 它真的有被拉開 拉回來到這邊之後 我又開始擠回去了 有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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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只是你們還沒撞到 就是 這是兩種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 中間好像有一個彈簧 第二個概念是 直接撞到那邊 空氣的分子是直接撞到的 這個 這個 那 簡單來講 你可以看到是這樣 我過去的時候 我記得要拉回來 要記得拉回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做這動作 然後你鋪在斜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個 舒密波是 就可以看到的 沒有 你不用去等到它撞到 對 對 基本上就是 安骨跟鋁的動作是一致的 剛剛你剛剛有看到的電到 上面有看到的舒密波了 對對對 這樣就很一致了 對 你上來 拜託上來一下 你上來 示範一下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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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直臉就好 OK 來吃一下 那個 安骨跟鋁的結構要一致 好 不要 就是這樣就好 就是這樣就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點 你叫他再吹這個點 我再吹這個點 我再吹這個點 你可以吹這個點 你可以看到舒密波過去嗎 有 有沒有 打開就舒服好 和鋁跟鋁一波 它就傳過去了 有沒有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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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敢說 你敢家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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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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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蠣 好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這是舒密波 舒密波的波長 基本上是 它從一個密的 到一個酥的 到一個密的 之後再倒一個酥的 就叫密的 這是米波長 懂意思嗎 來吃嗎 你從高點到低一點 低一點還是另外一個密波 再來回到高點 這是一個波長 有意思嗎? 從蜜的到蜜的到蜜的 這三個時間就先拖長 蜜的蜜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非常好 有問題要講 你們有沒有回答我? 蜜的先 波會不會 撞在一起 這是好問題 波會不會撞在一起? 會 波怎麼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 所以波撞在一起會 會不見 是怎麼樣? 兩個波 會干擾到嗎? 我們現在猜幾個狀況 這個狀況是 波撞在一起就消失了 波撞在一起就干擾 他剛剛講干擾 那還有一個什麼? 波撞在一起爆炸 那到底怎麼樣? 會消失 來看一下 看一下 你用這麼大的波 那我用小小的波 那怎麼可以這樣? 你這樣子是波嗎? 這是一個循環 其實也是一種波 其實也是一種波 但是 但是你靜能讓你的波是 這樣子動 好 那我要撞到另外一個波 好 你也要動嗎? 我們要折 我們如果節奏一致的話 就會形成不了一樣 就看不出效果嗎? 我用這樣的波 你不能跟我一樣 那你用你的 你不能跟我一樣 他跳了 好 別 性效果 簡單來講 我護 Zhang一下 你看嗎? 我們是很累 我們是很累 我們看到心電圖 有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有 沒有 有什麼? 有什麼? 我都沒開始畫一看 心電圖 有,有那個快要畫到寫的 我盡可能畫到一字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畫到一字 你感覺到這是一個重複的現象嗎? 有 這邊有個重複,但是不少看 講個高頻 好像畫了四個坡,對不對? 我們畫了四個坡 是吧? 正坡就是一種坡的疊加 簡單來講 我第一個坡可能是這樣子 我第二個坡可能是這樣子 我第二個坡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它疊在一起是怎麼樣? 疊在一起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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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就每個點喔 這個點,它想往這邊移動 這個下個點就是到上面來 所以它是往這邊移動 這個點呢,它想 它是停在這邊 它也想往上移動 這個斜面就是往上,對不對? 所以它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之後 也就是說它想用波來講的話 然後移動就會加成 所以加成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效果? 因為我沒有留情過 我把它畫出來喔 我把 Flying higher 它也變成到 多於300 interested 這樣呢 operated 所以加成在一起 好的方式 效果就會變成是 疊 波 折 x%п 就變得很重 這個門召喚 department 喔~~ lay 這樣子 他會把這個小撥疊在 白色的撥上面 就會夾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到的撥都是 類似這樣的撥 本來就是很多撥疲在一起 撥跟撥在一起 他會互相夾著 那曾經 我記得以前小衛有帶過一個耳機 他是在剪照的 你們記得 剪照的耳機 那它怎麼做呢 基本上它是偵測外面的訊號 假設我的坡是長這樣 然後我去產生 同時間我去產生另外一個坡 這坡剛好像它顛倒 所以它往上都是往下 你可以做到的追領 我會做到的 努力 努力因為我才會講什麼 我重疊的結果怎麼樣 假設這樣我重疊大概會變什麼 就零 就消失了 這坡就消失了 所以就聽到那個噪音 我把這個噪音 我就產生跟它一模一樣的坡的坡長 一模一樣的正乎 但是完全相反的像 像它下是 它往上或往下 它往下如果往上 它就是比消掉 它噪音就會被剪低很多 它噪音就會被剪低很多 那它可能做到完全一樣 就是它講的一條聲也聽得到 對 因為它旁邊的噪音都被剪掉了 它的噪音被剪掉了 它會剪背景的聲音 它會去抓你的聲音 來剪外面連續的噪音 外面連續不斷的噪音 它會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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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可以 這樣就剪照了 你看好嗎 還好 你覺得那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例如嗎 好 謝謝 好 所以 這樣問題 剪的概念 剪的傳遞 但請問一下 我們講了這麼多剪 剪的傳遞 一生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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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是1.5堂 我們前面有1.5堂都在複習 剪的今天大胃請問其實是1.5堂 剪的傳遞需要什麼 需要 需要物質 需要物質 剪的傳遞需要物質 不過沒有物質不會傳遞 不可以 對 可是我丟球 球需要物質 球是物質 球是物質 球這樣飛過去 它中間需要有東西來支撐它 要 要 你幹嘛 需要什麼東西 那我開空洞 不要開空洞 它是靠怎麼來支撐 喔 它不需要支撐 這叫做栗子 一個東西在天空飛過去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飛過去 可是我要把波傳遞過去 我就需要戒指 好 我就需要戒指 所以呢 戒指 戒指 戒指就是什麼 這樣子 戒指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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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戒指 怎麼寫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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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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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鍋不需要鍋? 神鍋需要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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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鍋需要鍋? 真通鍋? 什麼真通鍋? 什麼樣的鍋不需要鍋? 看課本 不是現在看課本 現在看課本就差點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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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戒指 什麼不需要戒指 請看看 後面的高中生快出手了 快點出手 不行 動感 動感 熱...熱... 熱... 光光不需要戒指 光光不需要戒指 不用了 光不需要戒指 它從太陽過來怎麼傳遞的 真空嘛 它光不需要戒指 它不需要戒指就可以傳遞 那事實上有另外的手法 說光不需要戒指 它有兩種特性 它具有粒子特性 它具有波動特性 所以簡單來講 它在沒有戒指狀態的傳遞 我們也可以把它當成 想像說它就是粒子特性 所以粒子特性是什麼 就像我們丟個棒球 過去 過去 過去當中需要有的是戒指 所以可以想像 光從太陽打到地球 就好像太陽打很多小顆粒 小光點過來這樣 這打過來的時候 它是不需要戒指的 但是它傳遞到地球 打到空氣裡面去的時候 打到水裡面去的時候 空氣跟水都別是戒指 聲音傳遞需要戒指 它會被戒指 聲音傳遞需要戒指 它會被戒指 所以會被戒指 所以會被戒指 聲音的傳遞在空氣中有的速度 每秒300公尺 那我問你們喔 水可以傳遞聲音 可以 你們在游泳的時候可以聽到旁邊的講話 如果旁邊有人去敲岸邊 你會聽到聲音 會 會 會嗎 如果有人去敲水面 你會聽到聲音嗎 這傳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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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很快 傳很快 在水裡面傳的快 傳的慢 都一樣 傳的快嘛 為什麼 因為很緊 對 很緊密 很緊密 傳很快 所以你看 加持的時候 你時候不是要打仗的 然後你看那個人 拿了沒有 啪 他聽到聽 他聽什麼 握倒 聽地板的震動 聽地板的震動 他聽地板的震動 為什麼要聽地板的震動 為什麼你不願意這樣聽 到底打了沒有 聽聽看就好了 因為他聽到比較緊密 地板比較緊密 地板傳的聲音很快 因為地板的聲數 又傳遞 每秒鐘 只要傳1500公尺 也就是你現在聽到聲音 我現在 放一下 查一下這個聲音 1500公尺 一秒鐘之後 他就傳到1500公尺外 那聲音的速度是 每秒300公尺 什麼意思呢 假如我們距離是300公尺 我喊 不近於 他多久可以聽到聲音 一秒之後 這樣意思嗎 所以在陸地上 我聽到聲音了 我在陸地上聽到聲音了 我就可以知道 他上去有非常遠 什麼很慢 誰很慢 誰很慢 誰啊 是空氣 在空氣中很慢 在隨便很慢 一秒鐘300公尺算很慢嗎 好慢 好慢喔 跟誰比 跟光 跟光比 誰比光還快 誰比光還快 你比光還快 你說打飄碎的速度嗎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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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速度來講的話 聲音的傳遞速度是這樣 簡單講 你可以做個實驗 木頭可以傳遞聲音 可以 你靠著木頭 你叫不叫叫不叫聲音 木頭傳遞的快 還是水傳遞的快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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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不知道 水 水跟木頭不知道 水跟木頭不知道 水跟鐵呢 鐵 鐵 鐵就比較快 所以有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延續的鐵棒 延續的鐵 也很少 比如說 鐵軌 鐵軌可以嗎 鐵軌中間有間隔 你也知道 假設我這台之前 你聽到鐵軌應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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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上是真的這樣子 他那個你看 平跳到有沒有 早期啊 早期平跳到 他知道火車快來的 他怎麼偵測 他偵測鐵軌的震動 他偵測鐵軌的震動 因為鐵軌經過 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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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有震動嗎 他震動在偵測鐵軌 就是平跳到對 他正正平跳到周圍的鐵軌的震動 他正正的震動 如果震動出現了 表現的火車快到了 他那個平跳到那個炸軌就會降下來 平跳到 對對對 ok 所以呢 剝聖波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想一下 聖波如果撞到東西會怎麼樣 撞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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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我陪你 所以我們去山上有時候看到一個地方 我們喊個 哈囉 你就聽到一個 哈囉 他是回音對不對 沒有聽過我回音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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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時候我們去比較空洞的房間 聽到回音吧 是不是 對 有這樣的紀念嗎 有 那回音產生的條件是什麼 床 蛤 蛤 don't 其實他好像有 很多個地方 宜智 någonting 擋住 就是 生氣 動 Beth 那個 然後呢 林鄭 夠空洞 為甚麼 為甚麼 Consult 你所謂的空框是甚麼意思 不要太多雜氣喇叭 不要雜物 我要雜物 雜物就是那個酥 會吸 你去一個空框的房間 然後都沒有家具的時候 很容易有回音 可是當我家具都擺滿了之後 回音就變得很小 基本上就突然到回音 對吧 為什麼 基本上 講這個就是品的東西 我聲音傳過來了 他亂彈 我就撞到對不對 撞到就彈回來 就聽到回音了 我又聽到聲音了 然後 那如果說這旁邊有個什麼體質 有個什麼東西 我可能聲音就會這樣子彈 我可能聲音會這樣子彈 然後撞到這邊再彈回來 整個房間都是我的回音 聲音會雜七雜八的 聲音雜七雜八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會鼻子干擾 你剛剛講的嗎 聲音如果這波像剛好相反的時候 那波就是不上低下 對 所以你的聲音不比是干擾 不比是底下 然後底下之後你的回音就會慢慢去消失 那它有什麼條件 它有什麼條件可以等到回音 波要大一點 波要大一點的意思是什麼 要把它會整回來 所以要大聲一點的意思 大聲一點 那是我們聽了敏感度的問題 大聲一點 好 還有沒有 And 如果以人來講要聽到回音 為什麼要去通話聽到回音 因為小地方 沒有阻礙 沒有阻礙喔 那去小房間可以去通話嗎 可以去廁所 廁所有沒有阻礙 我廁所會去解釋 剛剛都有 他和自己的聲音 他彈的聲音太快 OK 你如果都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我聲音撞到牆壁彈回來 基本上我會不會出去的情況差 對 還跟我原來聲音基本上就彈 他不會繼續彈 繼續彈 但是彈會不會消失 慢慢就消失了 那慢慢就消失了 你撞得越多次就消失越多 不是嗎 他來回撞不及啊 假設我這樣講 對不對 我講聲音撞出去再撞回來 再撞出去再撞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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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 你讓我看到聽到 你應該可以聽到十分鐘講的話 因為他還在撞 對不對 是不是還在撞 對 那為什麼聽不見十分鐘前講的話 甚至聽不見我一秒鐘講的話 為什麼 因為 他會 那個傳遞很快 人家就消失了 所以通常我們可以聽到一次回 兩次回 那聲音應該就感到大聲 因為他有點體重 好 那如果夠空空的話呢 我第一次撞擊就撞回來了 對 對 這個需要 這個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時間 通常啊 在書本上有多少個時間 通常你需要大概四五分之一秒吧 你的耳朵的辨識率 是四五分之一秒 就當你的間隔超過 你 我譬如講無距離 我講第二個 五環環環來的時候 你這個時間間隔超過四五分之一秒 你就可以聽到有回音的感覺 無距離 所以那你就可以抓大概多少距離 是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一秒都在跑三百公尺啊 雖然空間要夠大 那你可以有一種回音的感覺 你知道嗎 嗯 OK 沒有問題喔 沒有 所以 不要有擋住 不要打入 要大聲一點 然後 距離要夠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回音 因為回音的概念 有一些動物是靠回音來 來生活 蝙蝠 蝙蝠怎麼靠回音 簡單來講 來 那個 你轉過去 眼睛閉著 我等一下拍手 你要告訴我 在左邊在右邊喔 右邊 你就舉手 你要清楚 好 對 好 OK 謝謝 回來了 回來了 你怎麼可以分辨聲音的位置 這個 聲音喔 會比較 孩子 偏向一點 會感覺 有一點 感覺 有一點 上面 對 被講出趕快 對不對 好 怎麼樣的 我覺得就不知道 你知道什麼 就是 那個 嗯 因為這一塊 這一塊 我會想到耳之 怎樣 難說 難說 一邊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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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小聲 感覺一邊大聲 一邊小聲 一邊大聲 一個是聲音的大小 也就是時間快 快 都會影響 欸 但是 就 對 也許我們那麼近的距離是靠聲音的感感 但是 速度會有影響 速度會有影響 我們 這個感覺的關係中間創新 你的感覺沒有那麼比對 都沒有辦法 好 那簡單來講 你知道嗎 靠這個原理 蝙蝠去抓這種原理 我們講不大聲 但是我們的 科學家利用這樣的原理 發明了一種武器 可以偵偵遠方的飛機 那怎麼做 把一個人打過去 有聽過雷達嗎 有聽過雷達嗎 有聽過雷達的東西嗎 那雷達怎麼做 沒有聽過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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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聽過雷達那件事情 我有啊 有聽過雷達 那雷達怎麼做 雷達 就跟別人不一樣 就好了 不是啊 那雷達跟別人不一樣 什麼 怎麼樣雷達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看雷達有回來 他們就不是用雷達 穿的東西 對 他們用電子鍋 然後看雷達有 電子鍋 然後看雷達有 電子鍋傳出去的時候呢 雷達有飛機 他打到飛機 飛機又傳一個波回來 反射嘛 反射嘛 反射 傳一個波回來 他就去真摯到這個 反射鍋的時候 他可以計算這個時間 計算這個時間 他就說我知道 多遠的地方有一台飛機在那我就知道了 所以這種雷達呢 這種雷達只會告訴你 我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多遠的地方就障礙了 或有飛機在那邊 或是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以前的雷達呢 它就會一直旋轉 它就一直旋轉 它一直旋轉 一樣雷達一直旋轉呢 它就會在螢幕上就直接這樣 你們看電影有看過嗎 一個指針掃過去 它剛剛那個亮點出現了 掃過去的時候呢 它掃過去它就告訴你 欸這邊有亮點 然後這邊這個直線距離 這邊有個東西在這裡 這距離知道 可是這種雷達只高於直線距離 因為它一直旋轉 它每秒鐘少一圈 那第二圈掃過去的時候 它滑這邊來了 所以就很見了 它中間見證它滑這邊來了 好 這是一個方式 那現在有新的雷達 新的雷達有沒有 它就很多個雷達 有三四個 它有一個叫做光正雷達 就同時像我們耳朵一樣 我們耳朵有兩個對不對 所以我一樣沒有耳朵的好多是什麼 沒有啊 這邊是可以聽得到 我按起來 我在聽聲的時候 你看我在聽聲的時候 我需要轉左邊轉右邊來 剛剛大眾也沒有轉紅 我在左邊在右邊 現在它可以噴變對不對 我沒有四個耳朵 所以你有一個對 方正雷達就是很多耳朵 但是你用兩個耳朵 它就可以做一個很輕的辨識 你會有兩個耳朵 可以知道東西在左邊 東西在右邊 就可以知道 生活好聰明啊 你用兩個雷達一樣 從打出去反射回來 我就可以靠這兩個的時間差 去推算它在哪裡 所以只要兩個雷達 就可以知道它的物體在哪裡 就不需要一直掃描 我可以隨時見過這個物體的變化 有清楚嗎 好 這可能差不多 所以這是雷達波的應用 我們靠這種雷達波在 真正應用 其實我們好像下業了 好 所以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 在這個波的情形 我們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聲音 那聲音就有幾個因素 我們講說波有幾個特質 對不對 第一個 昨天 禮拜三三個講過 第一個是什麼 波有幾個 大小聲 政府 對不對 政府代表的是它的大小聲 還有呢 高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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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音是頻率 然後頻率的單位是什麼 頻率的單位是什麼 頻率的單位 不是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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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了嗎 我把這個講 每秒幾次 HZ 第三個講 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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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鍋的長度 一個鍋的長度 單位是甚麼? 單位 這個政府還沒講單位 單位是甚麼? 長度單位 單位就是長度單位 你可以是公司 你可以是迷你迷克 這是長度單位 政府也是啊 這動度是長度單位嗎? 這動度是長度單位嗎? 這是長度單位 是長度單位 還有甚麼? 沒了 我們結合這兩個 可以得到甚麼東西?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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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記不記得 我一秒鐘震動10個波 每個波10公分 這個波可以一秒鐘走多遠 一秒鐘震動每次 每個波10公分 每個波10公分 所以一個波一秒鐘可以走多遠 10公分 1秒鐘兩個波 1秒鐘兩個波 每個波10公分 每個波10公分 20公分 20公分 一秒鐘走20公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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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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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